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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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掉这样浪费 我们可以动一下小脑筋 我今天大概准备一个178个tips 来女生们 ok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吊带衣 对不对 有的时候啊 可能看久了啊 就会腻咬 然后又觉得没有适合的地方可以穿 因为日常一定会比较穿那种T恤比较轻松 所以这种女生的时候 真是找不到场合穿 不要丢掉 不要浪费 让我来教你怎样 把它变成一个短裙 只需要把它躲吧 这样子拉进来 下半部的这些裙 我们就把它拉上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拿一个腰带 把它绑着我们的高腰部 ok 如果你要你的这个裙是高腰 就绑高腰低腰 你就绑低腰 就把多余的那些裙摆 往下摆下来 遮住你的屁股 ok 你就会看到它就变成一个短裙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上半生你们要讲 嘿 都可以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只要我们动点小脑筋 我们这些不要的衣服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裙 还是配饰这样子 ok 来到了我们的No.2 就是我们这种长版背心 不管是几年前还是现在的话 我一直都是流行讲的 上半生的衣服 都是TOP 对不对 就是那种短版衣 短版T不然就是短版背心 所以这种是不是觉得很old school 然后很多时候都穿不到 然后又想把它丢掉了 不要丢些 我来跟您讲 它们这种长版T 只要我们转一转 变一变 它也可以变成短版背心 方式怎样 我们只需要把它 Dobalette的拉上去 我们的上半生 它就会变成一个tube的模样 变成tube的模样过后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个领口的 这个吊带的往手臂这样子在拉 拉左边 再来拉右边 看到吗 是不是 是不是变成了短版背心 这样好好的布置 我们叻 动一下脑筋 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穿 技百搭的背心 省钱省力 也有浪费社会资源 OK 再来很快咯 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第三个tips 刚才前面咧 我们都已经分享了 是裙类跟短版上衣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高腰裤 基本上咧 只要是女的 一定会有高腰裤 如果不多 一件肯定会有 很多时候随着我们啊 每天饮食啊 然后宵夜啊 互断啊 就会肥 然后可能唯一件 高腰裤都穿不了了 这个时候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 很不切的东西 我们这个穿不上去的高腰裤 都穿得上 然后只要拿出一个 这个绑头发的 OK 然后在你的那个 扭扣这里扣着 然后穿进这个洞 然后拉回来 然后转一圈 再扣回你的扭扣 你就会发现 它就已经 ZIP起来了 虽然是完全扣不了那个洞 不用紧 我们可以用一个 绑头发的让它 ZIP紧起来 让你的那个高腰裤 又可以穿 虽然是有点 自欺欺了 这个方式 可是勒 好过要花钱 对不对 我们来点那种小小的知识 跟废物利用 还是什么什么利用 我们的这个高腰裤 一样又可以穿上去 So 不要不可以穿 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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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继续 来 Oversight 就是你们有看过那种 不锈电剪的吗 之前有一阵子很流行 我不懂现在还不流行 OK 就是它是那种 比较宽松的背心 然后可是还会有一点 电剪感的 就看起来比较偶美时尚 你根本就不要浪费钱 就买 只要拿你的 除了一个水泥的 Oversight出来 然后弄弄一下 你的每一件Oversight 都可以变成这个背心的电剪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来看我的tips 然后我们女生一定会穿内衣的嘛 有内衣就有什么 内衣袋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里面的内衣袋 拉出来一些 OK 然后大底盖拉回上去 OK 你的那个Oversight 袖子会挤在一团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用你的桥手 稍微的去拨它 给它balance OK 它慢慢的就会形成 有一个电剪感 你的整个肩就会变成直肩了 所以一样彼此类推 左边弄好了 就弄右边 Yeah 两个电剪就完成了 电剪的衣服 基本上是帮助那种没有肩膀的人 还有鞋肩 所以穿上去就会很好看 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tips 有没有学到 Yeah OK 来来来来 有了衣服的tips 有了裙的tips 我们当然也少不了鞋子的tips OK 女生就这样麻烦了 全身上下的东西都要有 有了还变不紧 有的时候还搞不到合身 还是可能穿着了 因为很痛 像高跟鞋有没有 穿久了 不是后面这边痛吗 不然就是什么 脚趾这边痛是不是 不要担心 我现在分享一个tips给你们 帮你们啊 之后穿高跟鞋啊 都可以跳起来 都可以 跳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穿高跟鞋 是不是 因为它的鞋头这边很窄 然后我们的脚趾全部这样子挤在一团 然后走久了 然后旁边啊 还是拇指那边就会洗腿 这个时候只需要来一个 all step BOOM 然后你只需要把你的 第二个脚趾跟第三个脚趾 黏在一起 黏紧紧 或者是第三或第四个脚趾 黏紧紧黏在一起 OK 就是有一个 五根脚趾 变四根脚趾的一个概念 这个咧 我是上网 Church看到 是讲说一些model 因为很多时候model 他们走 OK 我要走很久嘛 他们就会用这个方式 看你们个人哪一个比较安 看你是第二第三指 还是第三第四指 那种小样 帮你轻松很多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开场 所以明白吗 女生们 如果你们要去喝喜酒啊 还是你本身就是模特儿的话 一定要try看这个姿势 OK continue 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蛮多个了 现在我跟你讲 我分享的这个啦 也是你们家里一定会有一些不要的 长袖就算了 还长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变成一个时尚的当品呢 很简单 OK 我们只需要往后向前的做一个打叉丝 拉去颈部后面绑一个结 绑一个结 它的前面这边呢 它还有一些布料吗 我们往前拉一下 左右两边拉一下 它这个时候没有扭扣嘛 扣到怎么办 要用到一些可能衣服上的一些工具 就是扣针 就把它扣住 扣起来是不是多么美 他们就觉得很时尚达人 OK 变成一个很有设计感的短板 性感上衣 所以看到吗 有些时候啦 不是我讲 我一直要重置这些话 是真的我们人的脑啊 真的是很奇怪的 是跟物是死的吗 人是活的 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脑啊 我们要扣 扣要扣对的地方 不要扣错 像我们把这种扣扣在对的地方 拿来这种衣服 对不对 扣啊 扣扣扣我 扣啊 扣扣扣我 扣啊 扣扣扣我 我们省一大堆钱 可以去做投资 所以说扣对的地方 OK 所以女生们 没有事情啊 还是有事情啊 都可以看我的频道 可以给你们学到很多一些 不一样的衣服的小知识 那个人 那个人 你看 看到吗 我手上什么 丝巾对不对 就是一个比较嘻哈 hip hop的头巾来的其实 我们女人的衣服 根本就是用一两片布 就可以形成了 OK 因为头巾 它除了可以这样子 挂在你的裤头 还是绑在头 它也可以变成衣服 然后把它折成三角区 三角区了过后 把这个平线的地方 包在你的奶上面 然后再把剩余的拉去后面 绑两个时节 要绑紧一点啦 这样是里面穿tube啦 比较安全 它就会形成一个很时尚的 短板tube上衣 然后下面就是穿那种 直筒的 还松嘻哈裤 重点就是你这样子绑的话 你还可以去衡量你的腹在哪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买那种 短板衣啊 衡量不到 他们走不到我们的腹 买了又穿不到很多啦 可是这个勒 因为是丝巾就是自己adjust嘛 你可以很好了 包掉你的腹乳 所以这个我超喜欢这个tips 我超喜欢这套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美 刚刚我已经分享 几乎是从头到脚通 脚到头 至少一个头我还没有讲 就是我们的头发 有时候可能赶时间 赶时间出门了 然后团结很热想绑头发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自己的手 诶我没有带那个绑头发 怎样办 我们呢 头上的这些头发啦 它同时啦 也是可以变成绑头发的 来看我这个 Lulu小妙招 我们这样子把头发 弄整齐去后面 然后在我们的旁边 暗处里面 挖出一条头发先 把它弄整齐了 过后 然后稍微卷一圈 然后就像绑头发这样 绑一圈 不要觉得它会痛 它不会痛 你这样子再抓多一圈 然后就可以放掉了 你会看到 诶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绑起来了 它会比较爽一点 不过还是可以去整齐的 去整理我们的那个头发的 还会变成一个小马尾 so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我的分享服饰的tips 就到这里 ok希望就是可以帮到你们啦 如果你们有一些可能 想要刚好要丢掉了 还是可能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过后你看到我这个video 然后你又决定不要丢 然后来DIY看 所以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follow我的Facebook IG Tiktok 还有 小红书 yeah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这还是什么什么啊 我刚才会有跟这个唐人 如何做过 就是这个黄金土生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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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